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 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 九岁的小云叔像往常一样放学了自己回到家 他知道今天轮到妈妈值班 晚上就自己一个人在家 云叔觉得饿了 他得自己想点办法 大人做的事我都会做 我会煎蛋五方面面 扫地洗衣服 我五岁就会洗头洗澡了 妈妈没时间照顾我 要照顾别人 所以我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吃完饭小云叔想给妈妈打个电话 可是电话拨通了好久 都无人应答 妈妈总是不陪我玩 连我打电话都不接 我想对妈妈说学校的事 但是妈妈太忙了 顾不上我 跟我说话 我觉得太孤单了 然而此时就在离家并不太远的地方 小云叔的妈妈陈梨华的确如他所说的 正在细致耐心的陪伴着别人 有一个脚再用这样捏一下 这个就形成脚了 当同龄的孩子们还赖在父母的怀里撒娇的时候 小云叔早就习惯了一个人 就像他说的一样 因为他的妈妈没时间照顾他 要照顾别人 所以他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这话从一个九岁的孩子嘴里说出来 听了让人有点心酸 小云叔的妈妈怎么就那么忙呢 都忙到陪陪独生女儿的时间都没有吗 这么长时间以来 女儿的孤独寂寞 这个当妈的 他知道吗 陈梨华 云叔的妈妈 她是福建省女子监狱里的一名普通狱警 在女儿眼里 她总是非常的忙 有时候几天都不见人影 而对福建省女子监狱的未成年服刑人员们来说 她却像空气一样 总是无处不在 在福建省女子监狱 像这样的少年犯 陈梨华接触过很多 每一次看着她们那稚气未脱 却满是冷漠仇恨的脸 陈梨华的心里 总是感慨万分 才是五六岁的孩子 我们无论如何 也不能放弃 一辈子 他们人生的路还很长 在这一群未成年服刑人员当中 有一个叫小宁的孩子 她总是神情倔强 眼神疏离 这个女孩刚满十六岁 来福建省女子监狱不到四个月 陈梨华发现 每当提到家庭 提到父母时 小宁总是低下头去 沉默不语 我每次只要听到父母 两个字 我都控制不住自己 为了进一步了解小宁 让她打开心扉 陈梨华反复研究 她的档案卷宗 阅读她的心理评估报告 尽力去了解 这个孩子的经历与遭遇 我生下来第一天 然后她就说不要了 她就说要用水淹水掉 就因为不是大孩子 原来 小宁在刚出生的时候 就被亲生父母遗弃 虽然后来被自己的亲姑姑收养 但是她从小就非常的自卑 没有安全感 没有归属感 因为在姑姑家 只要我犯错了 然后姑姑都会把我送回去 然后送回去 然后奶奶也不要 然后自己爸爸妈妈也不要 我都没有家的概念 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家在哪里 我一点概念都没有 可有可无的样子 就这样 小宁在经历过多次遗弃后 选择了离家出走 没有家人的关爱 没有亲人的管教 她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被判有期徒刑两年 然而得知这一切的陈梨华 心痛不已 家庭一些负面的经历 一直被人家放弃 其实是他们也渴望爱 希望通过这种判例的行为 哪怕引起你们的责难 责骂 那说明你是还是在乎我的 在与小宁的相处中 细心的陈梨华发现 每当有同间区的其他人 接受亲人会见时 小宁的情绪 总会变得特别低落 烦躁 每次接线的时候 我就在等 我很希望家里面来看 我只要他们还要我就好 这里面我到时候出去了 当中也没人要我 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 面对少年敏感缺爱的心 陈梨华懂得 只有实实在在的陪伴与教育 才能帮助他走出困境 找到生活的希望 所以你只要跳出这个空间 到外面去 专计手法 心情褒动 用我汗水去付出 我相信你的能色 一定会慢慢越来越好 在陈梨华耐心的开导和陪伴下 慢慢的 小宁越来越开朗 也越来越懂事 如今 她努力学习 加强改造 期待着用自己的良好表现 争取减刑 早日出狱 很亲切 她每次看到我们 夏日八个牙齿都跑出来 有的时候走路碰到了 故意向给我们看 那种笑容 就有时候你心情很郁闷的时候 一个微笑真的很惯用 就像小宁说的一样 陈梨华是一个特别温暖的人 她一笑 能露出八颗牙 看起来特别亲切 看着她那明亮的笑容 你就能感觉到 这是一个乐观积极的人 但是如果只从外表上看 谁都想不到 这个女人 曾经承受过多少生活的磨难 痛苦 折磨 多年以来 她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韧劲 坚持着 前进着 在家庭和工作当中 努力做到最好 1999年 陈梨华从警官学校毕业 成为了一名监狱人民警察 2001年她结婚了 丈夫在部队工作 驻守在外 最长的时间 有两三年都没回过家 陈梨华一人担负起了所有的重担 最困难的时候 当时候她婆婆生病 得了尿毒症 常年在医院住院 2007年 陈梨华的婆婆被确诊尿毒症晚期 在找到合适的肾源前 只能靠每周两到三次的血液透析 来维持生命 从此 陈梨华开始了周而复始的奔波 在医院 家和单位三点间 来回往返 为了不耽误工作 陈梨华每天早晨四点半 准时起床 为婆婆准备特制的饭菜 然后再为女儿做好早餐 然后小孩都是 亲戚朋友家 所以今天有空帮我带 就今天带 没有空 不换一家 在那段时间里 陈梨华觉得自己像一根紧绷的弦 随时都有断掉的危险 为了不影响工作 等到女儿云叔一岁七个月的时候 陈梨华就很下了心 把她送进幼儿园 此后的每一天 小云叔总是第一个到幼儿园 最后一个被接回家 那个时候啊 每天早上她进去 哭着进去上去 我自己也是哭着去上班 曾经陈梨华也埋怨过丈夫 但是这一对同样热爱事业的夫妻 最终选择了对彼此的尊重和理解 我自己在问我自己 看不下去又怎么样 迟迟我也做不到 我喜欢这份工作 工作是我自己选的 封印也是我自己选的 你选择了就注定了 你就必须去面对 2008年9月 那是陈梨华非常高兴的日子 经过几年的病痛折磨 她的婆婆终于等来了珍贵的肾源 成功地完成了肾移植手术 然而轻松快乐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 就在仅仅十个月之后 命运再次给了陈梨华重重一击 她竟然患上了胃癌 我真的不敢相信你 特别接受不了 我自己才33岁 真的老天对我很不公平 我真的就抱着我那个哭 哭了很久 也一直卸在那个情绪里住不了 此时即使坚强如陈梨华 也在病痛的折磨下 无数次有了放弃的念头 不想动手术 不想做化疗 面对这一切 她觉得太累 太辛苦了 很多我 就属于那种 上天无路路地无忙 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来 我有两三个从医院离开 站在大街上 告诉自己 冲过去你的截图了 但是在想问我自己 孩子怎么办 你对孩子尽了什么证 在经历过无数次内心的自我拷问后 陈梨华 这个天性要强的女人 最终选择了坚持 她决定接受手术 继续化疗 勇敢地追寻 生的希望 在经历了手术 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之后 陈梨华又接受了五次痛苦的化疗 九个月之后 她提前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福建省女子监狱 她说 对这个地方 她心里总有一份说不清的牵挂 那是一种责任感 一种使命感 一种被需要 被渴求的存在感 所以就算在她生活最困难的时候 她也从没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 反而承担着女间里最重最难的工作 改造重刑犯 如果那女性选择了这条不归路的时候 她身后都有一步的学类似 既然法律 给她机会 那我们就要去尽力地弥补她心灵的创伤 穿上这件衣服 那我所作所为 是代表着法律的自行 代表法律的公正 威严 公平 其实我想带给他们是 认识到法律的公平正义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 我们在管理过程中间的 柔情与温暖 十五年来 陈黎华总结创新了 感恩教育法 宣泄教育法 转移教育法等 二十多种教育改造方法 感化了三百多名服刑人员 成功处置了一百五十多起 监管安全隐患 她所办理的六百多件 减刑假设案件 无一差错 无一申诉 在她的帮助下 两百多名女犯走向心生 一百三十多个家庭 重新找回了温暖 我看一下你的新年愿望 爸妈一直很好 希望你真年期不要那么辛苦 希望你的所谓愿望 在新的一年肯定都有事情 你乖乖的你爸 你妈都会很好 知道吗 美蓝色的天空梦已万无奇 藏黄色的大地挥荡着传奇 我用黑眼睛深深地望你 经过了生死考验的陈离华 比从前更加懂得了生命的可贵 也对自己的工作 多了一份坚定的信仰 她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都给予了监狱里 那些迫切需要她的人们 她也用母亲般温柔的力量 改变了很多少年犯的人生 一定要把自己的 跟他们切割了 不要再联系了 然后自己找一份工作 上班 好好的过路 就是不少的复习人员 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 曾经跟我说过 这个地方曾经让我 深深的绝望 憎恨 但今天我站在这个门口的时候 我又觉得我深深的庆幸 也是这个地方 她同时让我感受到爱 被爱 也教会了我爱的能力 我自己都特别的感动 也特别的骄傲 我每次说 复习人员行买吃饭 他们跨过了三道 后组大铁门 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 一个家庭 可能因为我们的努力 从今天开始圆满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工作 真的很有意义 那所有的付出 我都觉得应该值得 17年前 陈黎华23岁 他第一次走进 女子监狱的大门的时候 他特别喜欢自己 一身制服的模样 因为看起来特别神圣 特别庄严 17年过去了 陈黎华对这份职业 有了更多的理解 他说 尖头的职责越来越重 而心里的信仰 也越扎越深 在陈黎华的工作岗位上 几乎可以看到 世界上所有的丑陈黎 罪恶和人性的黑暗面 然而正是如此 像陈黎华这样努力坚持的人们 才更值得被尊敬 于绝望中树立希望 在痛苦里寻找信仰 改造犯罪的人 温暖冷漠的心 弥补缺憾的爱 陈黎华说 女子监狱就像是一片麦田 她只愿一直守望在那里 不离不弃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